欢迎收看华视三国演义直播节目 今天主持人汪浩大哥不在 由我来代班 现在最近这一周 在台湾内外又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特别是国民党的总统大选的初选 没有初选 但是总统大选内部的竞争 已经进入了白肉化阶段 今天很高兴的请来了两位 一位是台北市议员国民党籍的李明贤议员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民进党的新北市议员林炳佑议员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么我们这几天在整个台湾的提供了无数话题的 就是郭台铭 郭董 他讲到了 当然他话题很多很多可以讲 就是说最重要的是核电的问题 就是说他以这个政策 就是每一个全台的一个每个县市都要一个核电站 包括金门马祖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怎么说呢 让人一惊的这个政策 对于这点 这个明贤大哥您怎么看 他提到的小型核电SMR的这一部分 当然现在商转这个是一个目前一个模式 国外也有成功应用 可是在国内来讲 我先讲 电的问题是大家关切的 当然我查过现在的目前台电的倍转容量是接近20几% 接近30% 此时此刻没有缺电的问题 可是台湾以往都到六七月 暑假的时候才是用电高峰 因为那时候大家会开冷气 所以电的问题大家都关心 郭台铭打电的问题 打诈欺的问题 这一些确实有打到在野党蓝军选民的心里面 这是有打到点的 如果他只有提到说用电了 他怎么去补强 那包括高端如何解密 那包括诈欺怎么做解决 对他民调会有加分 所以我认为说他打出这个议题的话 因为国民党现在总统 初选的人选没决定 所以他打这些议题 显然是他内部评估说 他的民调跟侯友宜差距很小了 所以他希望打这些议题 也是蓝军选民在乎的议题 让透过这些议题 让他民调有所加分 可是就说像他讲的 如何解决缺电的问题 他就提到说是一线是一盒电 那显然这个就是有点讲过了 就说我觉得有点弄巧成拙 原本打缺电的议题 蓝军选民关心了 可是如何解决缺电的问题 要有具体可行务实的方案 所以他提到一线是一盒电的话 那显然跟很多民众 很多人的想法就无法符合 譬如说你的盒电 那就有盒废料的问题 那如果你说 2025非盒家园 现在可能会跳票 那国民党过去的主张是 2030或甚至晚一点 让我们现有的盒电厂 盒2盒3 是不是在确保安全无余的情况底下 延长寿命使用 这个是可以做的 那可是他是要新增SMR的核电厂 是每县市都该做的话 显然跟基层的民意会有落差 所以对他民调来讲 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加分效果 对 关于这一点 我觉得民进党 其实就是说 怎么说呢 郭董是用力过猛 其实呢 这个对民进党来说 确实2025之后 怎么解决 这个缺电的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到现在为止 其实执政党也并没有拿出 太好的一个论述出来 现在但是说呢 因为郭董的用力过猛 所以大家觉得 哇好像是占到一点便宜 但是说 我觉得这个问题 你喜欢怎么看郭董的提案 和今后这个用电的方面 你怎么想 其实对照之下 就是说 这几天其实大家如果去注意 这个台电的一些资讯的话 就是我们 蔡英文总统 他前几年去推动的绿能的部分 包含光电 然后太阳能光电跟风电 尤其是风电的建设 前几年常被批评 可是因为风电建设 本来就花点时间 那大概最近陆续上线之后 有一个很好的成果 就是他开始提供供电 那也就是刚刚明前兄提到说 为什么被转容量 其实有上升 第一个是 现在还没那么热 第二个也是因为 这些绿电的建设 开始已经开始投入 这个产电的 这个序列里面 所以甚至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数据 就是已经比超越核电的部分 这是第一个 就是他陆陆续续到位的时候 其实的确是有机会把它补足 那另外我昨天其实看到一篇文章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 其实对比之下 或许大家对民进党方案 不是那么满意 可是他是有具体的告诉你说 我的绿能要多少比例 我的火电要多少比例 我其他个要多少比例 那来构成我们这个 未来能源供应的一个基础 可是这个郭董 一提的一线是一核电 那我们当然就很凯夫 第一个当然SMR有很多的争论 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商转 核废料的去处等等 刚好我们在新北市 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两个特点 第一个新北市人口最多 你给我一个核电站 真的够用吗 你能解决我缺电的问题吗 第二个就是 到现在新北市政府 不愿意去核给台电 放置这个核废料的这个许可 也就是说 侯友宜他讲的是 他说他常常讲这个 讲这个没有核安就没有核电 显然他并不反对核电 可是他其实并没有真正 去面对或处理这个问题 相较之下 郭董讲这个东西 有一个冲击性在 让大家重新去思考 是不是这个需求的时候 当然我觉得有好有坏 冲击性就是说 他去也去挑战 他不只挑战执政党 他会挑战他的对手 就是挑战口友 你看我是有这个想法 引起大家讨论 虽然他讲半屏山 前面承认错误在先 但他马上提出 一线是一核电站 SMR这种说法 其实我坦白讲 就是大家一直会认为 景气复苏之后的 用电量需求 一定要做解決 他提出一核電站 其實有一點 Copy過去的政策 我不知道這個還沒有人記得 就是以前宋楚瑜在當省長的時候 講一線是要一個焚化炉 其實有一點點那個狀況在 可是為什麼大家會馬上直覺認為 這個是不可行的原因 就是因為有這個紀錄 當時一線是一焚化炉的政策 到後面是出很多問題的 因為第一個是 它的目標是處理垃圾的問題 可是你有沒有那個垃圾量 第二個是焚化炉的建設跟營運 需要很大的經費 那對應回來 其實不管說它是產能 還是處理垃圾 一樣公共建設它面臨的問題 一樣是經費的問題 用地的需求 周邊這些住戶的反應 所以郭台銘在講這個的時候 其實他的確是有點 講太快了 或有點支部集團 就是歷史上 台灣歷史上就已經 剛好有一個這種 可能大家比較臨幣型的 大家不喜歡的公共生 大家知道很重要 可是我不是那麼喜歡 其實你看他需要很多的 這個 去很細緻的去溝通 結果他沒有做這個工作 那他一喊 我覺得那個效果好在前面 就是說 他的確打到台灣一些人心海裡面 這個是我在乎的議題 沒有錯 可是他的解方 好像不是大家可以接受的情形 一出來之後 我覺得其實我一點都不擔心 執政黨現在狀況好或不好 是因為我告訴你 我的政策是很具體的 我告訴你我的這個做法是什麼 你可以去批評 你可以去挑戰 可是當他落實之後 對應於你的方案 可能有一些新鮮感 可是有沒有可執行 技術面經費等等進到那種 很務實階段的時候 他一比較之下 我覺得他那個弱勢又出現 所以我覺得其實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很高興 就是郭董一直提出這些新的話題 讓我們去做討論 但是比較起來 讓我們最憂心的是 大家都說台灣是民主政治 他一定需要政黨之間互相競爭 互相監督 但如果說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一個是他不願意去談他的政策 一個是他的政策 我們講距離民眾有點遠 距離食物面有點遠 他還宣稱他是一個 他當然說他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 他是一個CEO 可是他提出來方案是這種狀況的話 那當然我們會覺得 這個其實坦白講 對台灣的未來是有一點憂心 就是你真的有能力去扮演好 你在政治上的這個角色 那我順便再請教一下 就是說你是新北市 正好是侯市長 那麼侯市長和郭台銘是兩個極端 一個的人設是霸道總裁 另外一個人設就是說默默做事 這兩個也很難得 這種人設一般在政治人物很少見 特別選總統的時候出現這兩個極端的人設 確實我們在外面看是蠻有意思的 但是我覺得作為執政黨來說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打 另外一個呢 我覺得最近啊 兩個都有好打的地方 如果說民進黨不是經常就是說 有這個民調打電話來的話 要說一個對方比較弱的 現在很多這個本土派支持者都說 不知道該誰說 已經陷入天人交戰了 就不知道郭台銘和侯友宜到底是誰比較弱 完全看不出來 這個你怎麼看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覺得是各有特色啦 但是坦白講 我們認為還是侯友宜比較有優勢 那第一個重點在於 顯然郭台銘他做這個CEO做久了 他跟民間的這個距離 我認為是實際上存在 那侯友宜他從事公職 當然做警察刑警很久 等於是在社會的第一線 其實有接觸很多 我必須說 這個是他的跟郭台銘相較加最大優勢 大家對於霸道總裁會有憧憬 可是真正處理政治事務 還是要回到長期在第一線 在基層跟大家互動的經驗裡面 那另外一方面來講就是 侯友宜他經歷了朱一輪八年的副市長 他現在自己也選上 他的這個民意基礎其實是滿明確的 可是相較之下我們常常會講 郭台銘他其實沒有經歷過 民意真正的洗禮 這個民調其實不算 就是說他沒有經歷過民意的洗禮 就是他沒有真正擔任一個公職 他去承擔像我們議員 都要承擔這個民意隨時反應 打電話來 像剛剛我看明言兄上節目前 還要趕快處理服務案件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這樣來做 但是郭台銘他其實沒有這樣的經驗 他會沒辦法去分辨 他是做產品的人 他唯一的就是好下單生產交貨 可是中間小小的問題你看包含在勞工的問題上 在很多細緻的這個管理的層面 他都是用一種霸道的態度去面對 那我覺得這一點來講 其實是對民眾有時候會有一種隔閡 就是喜歡霸道總裁的人 那是因為你沒有被他管過 如果當霸道總裁的這個員工 你可能就不喜歡這個老闆 那侯友宜當然他也很清楚 他的這個目標是要這個競選總統的時候 你看他很小心的去處理這些問題 當然會讓我們覺得他很含蓄 可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優點就是說 他經歷這幾次選舉 我們可以說他利空已經有點出境了 他可能會被挑戰的 道德層面的或是什麼其他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其實他不是那麼容易攻陷的人 我們或許可以講說 他空心他不願意對很多問題做正面的回答 然後他沒有政策的論述 可是你要說這個人的道德瑕疵 你要說這個人有違法的這種這個紀錄 其實基本看不太到 那當然郭台銘也沒有啦 可是我覺得一相較之下就是 在未來的選戰裡面 我認為侯友宜還是一個比較 需要花比較多心力去競爭的對手 那我請問明先兄 這個確實對國民黨來說 誰是母雞 將來帶領大家去選舉 這個差別很大嘛 那但是說我覺得大家都認為 這個侯友宜是確實是 大家認為現在有優勢嘛 民調也比較高一點點 但是侯友宜他就是一個是 至少藍營的很多支持者 質疑他是藍皮綠骨嘛 李登輝二世嘛 將來是這個會不會是真正的 是不是民進黨敗來臥底的 有這種質疑一直不變嘛 這是一點 另外一個呢就是說 將來會一定會 要需要和這個柯文哲來整合嘛 那如果郭台銘 散愛的話 整合這個 首先藍營的最繼傳統的支持層 會支持這個 郭台銘比較用力 然後呢又整合柯文哲比較有力 所以說這個我覺得確實是 很難判斷的 那您怎麼分析這個問題 我先講就是說國民黨應該是預計在520前後 前一週最快就5月17 那如果晚一點的話就後一週就5月24就會徵召 所以這個大概是依照這兩個時間點在做鋪排 因為正式徵召的話 你還包括你的總統候選人當天要怎麼發表演說 那還要有哪一些縣市首長陪他嗎 還是要過去我們也有找一些 譬如說如果要對未來有願景的話 譬如說找年輕人陪同 這也是一個方式 所以就是說出場很重要 那依照目前的一個情況就是說 當然侯友宜跟郭台銘之間的民調是在伯仲之間 可是黨內一般看起來還是侯友宜 還是稍具優勢 那你從侯友宜最近包括整合 就是說我們的立委的選區的協調 不論是港湖那不論是新北市的 還包括那個林津杰的選區 還有包括淡水的選區 看出來侯友宜自己也有確定說 他就是一個母親 就是黨內的一個總統候選人的一個架式 一個雛形 這點我稍微請教 港湖剛剛整合成功 這個不是應該主席個人辦的做的事情嗎 過去是這樣 如果可以整合的話 我們有幾個不同的人選 譬如說縣市黨部主委是一個 那黨主席也是一個 那如果 台北市長也是一個 一般縣市首長比較少介入 因為他畢竟政務上比較多 還是有黨部的人出來協調 那縣市黨部 縣市長的話 頂多只是關心比較多 那現在感覺出來 你說黨主席沒有去協調 反而是由侯友宜出來協調 那你也可以觀察到 現在權力是在轉移 就是說國民黨現在定於一尊 不是定於朱立倫 而是定於侯友宜 跟民進黨一樣 民進黨當然賴清德是黨主席 他去協調是天津地義 那國民黨漫漫現在雖然是黨主席 名義上是朱立倫 可是實際上掌握權力 或黨內定於一尊 大家期待投射的共主 是侯友宜 而不是朱立倫的 就是在黨的機制內 他沒有這個權限 但是作為憑著自己的政治上影響力 對 他把這個事情做不做到 他有那個威望 有那個權限 就是說基層對他也有期待 那大家也願意聽他的 可能是朱立倫出來 主席出來協調 大家不願意聽他的 也有可能啊 就是說現在權力上 有一點慢慢轉移 不論是政治上的 或大家的期待只投射 就投射到侯友宜身上 因為侯友宜畢竟是 國民黨的主將 就是說現在大概 這個態勢已經很明顯了 差別就是5月17 或5月24 這個差別是在這裡 至於說你講的 藍皮綠骨的部分 當然很多人會做這樣質疑 或 我覺得說最主要是深藍的部分 那可是包括洪秀柱 我們的前主席也都跳出來 挺侯友宜 我覺得這部分慢慢持續克服 這個說你要去質疑他 或深藍不願意投票 甚至有一些 就說包括挺韓國瑜的韓粉 這一些 怎麼去做整合 我覺得這要比照仇恨質 就是說他們的心理說 他們是討厭侯友宜比較多呢 還是討厭民進黨比較多 我覺得這是取捨的問題 對深藍的選民 或對韓粉 或對這一些 他們討厭民進黨 會遠大於侯友宜 所以他們會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就是說要扳倒民進黨 所以整合深藍 我覺得對侯友宜來講不是問題 只要提名的話就不是問題 反而我認為要整合 柯文哲才是問題 不是說我不認為說 郭台銘或侯友宜 誰出來誰就容易整合 而是柯文哲本身 只要他的民調超過20% 就不容易整合了 依照現實來講 包括幾份民調 包括聯合報的民調 包括郭台銘內部的民調 包括最近幾份民調 看出來柯文哲都超過20幾% 甚至我看最高到24% 只要超過20%以上 就不容易整合 我認為如果柯文哲保持這種 就是說他的民調 維持在兩成以上 地板那麼穩定的話 年底可能形成撒卡都的情況 會非常的可能 可能性會非常高 除非柯文哲犯什麼大錯 民調突然大幅下滑到15% 甚至10%以下 那他可能就接受整合 只要他是20%以上 而且交叉分析的話 柯文哲拿到的年輕選票 遠高於藍綠 所以這是柯文哲的 他的最大優勢 我不認為在目前 兩成多的情況底下 誰對他有整合的能力 我覺得對柯文哲來講 比較麻煩的是 柯文哲吸到藍軍的選票 比吸到綠軍的選票 多了情況底下 這變數又更高 所以對國民黨 不論是侯友宜確定出現之後 未來如何爭取年輕選票 中間選票的認同 反而是關鍵 其實我個人觀察 這是我個人意見 我覺得柯文哲最近的 這個民調升高 是因為跟國民黨內亂有關係 就是很多人 我覺得台灣有很多人 不喜歡民進黨 那不喜歡民進黨 大家想投給國民黨 但像國民黨最近 不管是侯友宜 還是郭台銘 都被休憶得很慘 大家都覺得 這兩個人怎麼這樣 那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發現 柯文哲什麼也沒有做 去美國基本上 也沒有什麼發生 但是說國民黨雙方沉下去的話 柯文哲的支持率就上去 那會不會出現 國民黨一旦整合以後 這些人歸隊 這個柯文哲的 這個支持率往下降 這點我不好說 但是我發現什麼呢 就是說支持率上升 都應該有理由 這問題是柯文哲 現在台北市長也沒有了 也沒有任何政治資源了 去趟美國 基本上也沒光幾次 也沒有什麼吸引眼球 讓大家覺得 眼睛一亮的 這個發言或者什麼 但是說他的支持率 就好像最近一直在升 對 那請問這個林議員 你覺得這個 怎麼會 會不會變成這個 怎麼說呢 三足鼎立的方式 然後 這個柯文哲會吸民進黨的票 還是吸國民黨的票 你認為 就我們現在看起來 今天還是 當然是藍影的 可能吸的比較多 這個我想大家都已經 經歷這個洗禮了 那包括我們在地方選舉上 有很多傳言 就是我們選區裡面的 這個民眾黨的議員 能夠順利當選 多多少少都是因為 國民黨的基本盤 有一些鬆動 那 的確我也認為 柯文哲要被整合的困難度 是很高的 因為他畢竟 他作為一個第三勢力的政黨 他現在要去靠任何政黨 不管是哪個候選人 我想 他都有一個 主體性 會被 消失的問題 不管他是侯爺 或是郭台銘 他只要 不管是怎麼靠 我覺得他要去想說 他只要這樣一靠 就算他是一個副總統候選人 那他要想另外一個問題 那我的立委要不要整合 如果我立委不整合的話 因為他也要希望說 你看按照他的比例 他的政黨票持續要吸壓 他也希望要提立委的候選人 如果我要去靠 跟這個國民黨整合的話 這件事情 你後續這些東西都要安排 因為你想 我今天還不論選區 你光是在政黨票上 你要怎麼去主張 我跟國民黨的不同 為什麼他可以有一個第三的路線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我們都知道 現在政黨票的浮動 大家很喜歡 台灣人其實很喜歡做平衡 這個選民自己會去做平衡的時候 這個其實我想對國民黨 本身也是很不利的一個選擇 就是說我接受了民眾黨 那好像是不是我默許 我的這個選民在某個層級上 他可以程度上 或許是選區的立委 或許是政黨票 我去支持民眾黨 那這個其實對國民黨 我想也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所以大家應該會去 盡量避免這種情形 因為就像我們談到民眾黨的議員 他在新北市議會的表現 我們可能都認為 他就是要可能跟 因為他跟國民黨關係非常接近 他們是一個父子的關係 就是這個陳正軒議員 跟陳明議員 但雖然不同政黨 不同選區 但是他們有父子的關係在 我們本來也以為 坦白講我們以為 小孩子會聽爸爸 沒有 他非常按照民眾黨的利益 就是這個政黨生存的必要 去談出另外一條 有別於藍綠的道路的時候 我想柯文哲還是按照這個方向去 即便國民黨的候選人出爐 我認為他民調的確可能會下降 因為開始要鞏固 這個定於一尊 即便我認為可能整合不見得是侯友宜做的 可能是朱立倫做的 但是也必須說是侯友宜做的 因為要讓他正當性越來越強 他正當性越來越強的時候 大家就說對 在討厭比較兩害相權取其心的情況 最後大家還是要回來支持侯友宜 我們當然也會覺得好 很清楚 三喀都對民進黨 民眾黨 國民黨 大家要怎麼去分出自己的特律在哪裡 特徵在哪裡 我想柯文哲他占據 他認為他占據一個很有利的優勢 他參選總統 顯然自己獲勝的機會不高 可是對他的政黨繼續要生存 我想過去有很多經驗 就是從藍營分裂出來的新黨的 或者說親民黨的經驗來看 事實上是只要他能夠保有 在國會的一席之地 他都能有很好的政治影響力 甚至持續的擴充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他這個階段性的戰略目標 但是柯文哲後面會不會犯大錯 這個當然也很關鍵 犯大錯他民調下方 他更不可能去整合 誰要去收一個犯大錯的人 進來拖累自己的選情 我想都不至於 所以我是認為就是說 他們的目標也很清楚 那他可能也不會去找這個方向 他做很多言論也在做 修正的時候 其實也是在收攏這個中間的 選民的民意 他目標一定是追政黨票 他個人的整合 我覺得對他來講 也不是那麼重要的地方 反而是國民黨可能 有一點點壓力 就是說是不是或許這樣子 可以作為一個勝利方言的事 可是就其他客觀條件來看 我覺得也不是那麼容易去考量到 說我好像要吃這個猛藥 吃這個下這個猛藥 是不是要飲這止渴 這個我想應該大家都已經做了很多推演 我覺得這機率其實是很低的 我覺得就是說 好像這次國民黨選區在整合 好像柯文哲 不是那個 後有一個整合好幾個選區 民進黨好像都是黨內初選 但是說民進黨在 就是剛剛整合的這個 內湖港湖區 民進黨好像也需要整合吧 這個民進黨和激進黨 這點是不是 應該 應該不是這樣子的 做法 就是說民進黨當然其實 前面你只要去 去有這個 報名要參加初選 你都還是會有一個協調 我們講協調的過程 那這個協調當然就是 可能大家分析厲害 然後對黨最大利益是什麼 所以有的可能會接受協調 像譬如說 這個在 在我們淡水的選區 前面就有一些協調協調完之後 但是還有人初選 那還是要進到那個初選的狀態 大家要把這個民主程序走完 那經濟黨的狀況比較特別 是因為它畢竟不是 不是民進黨黨內 那你要去協調的時候 它的情況會 會比較複雜 更何況是 我們在看 這個 港湖這個席次 其實有很特別 很特別的感情 就是 不是每一個人到這邊來 都能有 這樣的成績跟表現 去勝選 那我們的最終的目的 其實最近大家討論 最後我想我們都是選舉出身的 你沒有選上 你國會就是少一席 你少一席 你怎麼能夠 有把握說 我不差這一席 未來 即便民進黨順利的 這個贏得總統大選 可是我在國會 我如果是弱勢國會的話 那 這個責任是延續四年 我的政策怎麼推進 或許就差那一席 那我們要賭嗎 我想沒有人敢做這個賭注 所以 所以對於跟激進的整合的關鍵 還是要客觀於看 這場選舉 誰來選 可以拿下來 如果說 我只是單純 這個 高委員過去有很多言行 讓民進黨繼承知者 不喜歡 可是就勝選的角度來講 你要不要接受 這是一個權衡 這是一個權衡 就是他可能會批評 民進黨的很多做法 沒有錯 其實在民進黨內部本來就有很多這樣的個別的聲音 因為我們是民主的政黨 不會一言堂 所以內部的批評 衝突 然後整合 其實一直都是一個正反合的 一直都在進行 我想國民黨也是一樣 大家都會有意見 可是如果 你在國會 你最後就差這麼一席 讓你這個執政的狀況 非常窘迫的 我們在 已經有過一樣 有過經驗 阿扁總統的時期 就是這個樣子 到最後民進黨剩下其次 甚至是剩下二十幾席三十幾席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已經經歷過那個階段了 我想沒有人想要走回去那個情形 那當然 我想明年的選舉的 這個情況我們不可能說 慘到像阿扁總統那個事情 可是 也很焦著 也非常的焦著 因為國民黨這次提出來的人選 當然又年輕的 那當然又一些有戰力的 那實力都很堅強 像整合出來的李彥秀 在港湖區其實他們就是非常有地方勢力很堅強 那他當然個人表現特質也很好 那我們也要想 如果不靠高嘉瑜的話會贏嗎 我不知道 因為現在我也不是那個選區 但是如果在初選中 他還是能夠出現的話 我想大家還是希望以整體的大的戰略的架構去看 要守住國會過半的這個目標 是比起可能中間的各種不愉快 那個可能還是大家稍微忍耐一下 或是接受 我覺得其實每個政黨都一樣 因為大家看的是大局 那大局就是說 你要妥協到什麼程度 這件事情是很難去判斷 所以我們只能說 好 公平的機制在這邊 有協調的機制 有整合的機制 有初選的機制 那或許我想都會走過 可是就客觀的情況看起來走下來 即便可能跟基進做整合 他可能也不是說 我做一個私鄉授授 他還是要可能要存過民調 就像國民黨雖然號稱徵兆 可是我相信一定都還是有一個機制 就是可能是民調 可能是什麼 去做評估之後 選那個會贏的人出來代表你的政黨 對 那明先生 我覺得馬上罵國民黨到底怎麼樣 這個一個是人選問題 我覺得還有一個是政策問題 那大家最擔心 最關心的就是兩岸政策 那麼國民黨最近 比如說有馬英九千總統剛剛去了中國 回來說九二共識又活回來了 那麼九二共識 這個是不是代表國民黨的黨 或者代表相不當一部分的意見 那麼前不久侯友宜市長提出一個悲水論 這個悲水論的話 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個 可以或者說可以取代九二共識的一種說法 就是說那麼還有這個國董的這個八萬機器人 這個上戰場的說法 就類似這方面 就是您覺得這個國民黨現在的兩岸政策到底是什麼樣 當然九二共識過去 這是30年前1992年那時候一個產物 它有它的時空背景 可是經過30年之後 兩岸關係完全不動嗎 這不可能嘛 因為30年前有30年前的時空背景 那現在有現在的時空背景 國民黨的主張還是希望兩岸可以交流對話 那當然交流不是投降 很多人很多甚至民進黨的朋友都認為說 你們要交流對話就是要投降 不是這樣子的 即使我認為說民進黨包括蔡英文總統 他在幾次的國慶談話 元旦談話 也甚至跟今年在跟台商談話 對話的時候也認為說兩岸是希望要交流的 所以交流不是投降 我覺得某種程度在選舉的時候 大家來講說你國民黨要交流 這是悲空屈膝要投降 不是這樣子 就說交流才能避免誤會 避免要化解敵意事項 那國民黨兩岸政策是九二共識是過去寫入國民黨的政綱 那放在裡面 那現在確實因為在北京包括習近平對台的談話裡面 把它片面講為解釋為一中 那包括最近的最近一兩年的共濟老台 導致說台灣內部多數人對九二共識是有存疑的 必須要回到說九二共識它有一個創造性的模糊的時候 你解釋你的一中 我解釋我的一中就是中華民國 所以回到台灣內部多數大家認為說 如何建構在中華民國主權 獨立不受影響的情況底下 才有兩岸交流 所以你包括侯友宜的講法 甚至包括國台民的講法 還是圍繞在中華民國主權不變 那如何維護台灣的國防安全的一個情況底下 你包括侯友宜去訪問新加坡 甚至侯友宜在這幾天的議會的答詢的時候 他都一直強調安全第一 所以這是不變的 必須說中華民國就說 我們的自由民主的制度不變的情況底下 才有兩岸交流的一個情況 所以還是要回到清美和河中有日的情況底下的 持續的一個狀況 說台灣國防安全很重要 那國防有安全才有兩岸交流 這個架構是不變的 那維護兄我聽這個明賢兄這麼講的話 好像跟民進黨差不多 就是說民進黨也主要交流 對不對 只是對方不願意交流而已 只是沒有交流成功 你怎麼看馬英九的九二公司和侯市長的背水溫 我覺得中間還是有個差異 這個明賢兄講的說法 顯然就是當然是中華民國派的這些民眾最能夠支持的說法 所以我想這也是這個目前台灣人民大概最大的共識是在這個區塊 所以大家會朝這個方向去論述 但是為什麼國民黨一直會認為他被誤會的原因之間有一些人 他一直把和平協議放在前面 那甚至還有統派的人 那過去可能跟國民黨的關係都很密切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在這部分就是 其實是那一些人沒有辦法像明賢兄這樣做出論述 讓大家會認為國民黨追求的是和平 追求的是不武裝的和平 像前幾天 郭董在講八萬機器人之前他講的鋼索論 其實我覺得鋼索論 杯水論 其實跟九二共識完全是不同城市的東西 因為九二共識為什麼被大家這麼去討論 然後甚至他在兩岸交流當中是一個滿重要的里程碑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當時產生這種模糊性的共識之後產生一宗個表 讓兩岸關係在九零年期間那時候的確是很大的推進 所以包含兩岸過去很多也比較細節的執行面的協議 都是在這個框架之下去完成 那時候推進得很快 那時空背景當然現在已經不一樣 因為畢竟這個我想兩岸緊張的情況 在烏尾戰爭之後有提升 那美國的關心周邊國家一直來關心 那當然中國在疫情後的經濟的變化等等 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都是現在這些談九二共識 其實是勉強抓著好像就是這個已經 九二共識坦白講有點像已經死雨了 他已經寄一個死掉的東西 就是我們已經知道他的共識 其實完全不是我們當初想的那樣子 包括很多人去檢討說舒淇當時的說法 其實是有問題的 那現在比較難的點是在於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新的東西去取代他 所以我們一直把九二共識拿來反覆的 講難聽一點叫編師 就是好像希望他能夠活過來 其實目的還是說兩岸交流的情形 就我的看法是這樣 我認為未來不管台灣走向什麼東西 的兩岸走向是什麼 尤其是我們當然是希望台灣獨立 那他是用什麼民意獨立這是一回事 但是你一定要跟中國相處 我想這個大家都是有一個共識的 那難的點在於就是 馬英九抱著九二共識不放 你現在你國民黨你也很難說 這個不是我的黨的立場 不是我的發言 就算你這樣講 老百姓會怎麼認為 老百姓會說 那他不是你國民黨的總統嗎 這一點是很難去背回 就是我剛剛講的 明天兄的論述是在國民黨目前最正式的 我想前面包含菲伦主席也提過很多次 可是在為什麼在一般老百姓民眾眼中 不是這樣看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其實內部 代表你政黨的聲音是分歧的 是馬英九是會跑到外面去跟你講九二共識 跟你講兩岸統一 國民黨沒有解決這問題的話 那不是民進黨的問題啊 民進黨當然就是好 我們現在的總統 我們現在說的黨公子都是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的法律 去選出來的去執行我們的工作的 那當然我們在很多人說 蔡英文講中華民國是什麼什麼 但是的確他就是在中華民國的憲法之下 當選的民選的首長 所以他的演講裡面都還是談中華民國 這是必須要的 那當然也有人說跟你台獨的目標 是有一個落差在 那我想這都已經在很多的公開講話裡面 去做一個整合啦 所以中華民國在台灣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呼應 呼應到那個侯友是不是也在呼應這個事情 我不知道 但總之就是說國民黨內部的會讓意見的分歧 會讓民眾在兩岸問題的選擇上 對國民黨之一是比較多的 我覺得這是蠻明確的點 相較來講 民進黨這一塊 唯一的問題就是讀 怎麼讀 或是什麼名稱 時間點的問題 但那個方向是很明確的 國民黨不是 國民黨是分裂的 對我剛才講那個馬英九 確實是就是馬英九做了很多事情 國民黨不方便否認 但實際上也不想承認 就是像一個恐怖情人 這種 還這麼危險 對 然後 國民黨天氣很公平的 國民黨有個恐怖情人叫馬英九 陳水扁有恐怖情人 這個民進黨恐怖情人叫陳水扁 前不久這個陳前總統呢 到了這個總統府去請願吧 就是說關於陳水扁問題 我覺得這是一個蠻重要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台灣受惠撕裂的 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對陳水扁的處理的 問題的處理的方法 那麼陳水扁這次呢 他又覺得把他兒子趕盡殺絕嘛 現在正在審議 在立法院審議的一個法律 就是叫陳志忠條款 就是如果陳志忠 這個法律通過的話 陳志忠他洗錢被判一年 以後一輩子也不能 終身不能參政 這麼一個法 這個法 這個陳水扁認為是違憲的 然後去 但是我覺得其實 他可以通過別的渠道反映 他用這種方式做的話 我覺得會讓民進黨很難堪啊 那麼有人說 如果說國民黨上台的話 反而更容易特赦陳水扁呢 因為現在比如說韓國的前總統 也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也沒有認罪 但是說就是最後用這種政治處理解決了 但是說我覺得像台灣的 反映的支持者是堅決對陳水扁是咬牙切齒 堅決不能放 這個這種感覺 您是怎麼看 明天是怎麼看陳水扁的問題 我是覺得是這樣子啦 因為畢竟阿扁起訴定罪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 你對我來講 我個人來講 我個人我是覺得還好啦 我沒有那麼深的仇恨之啦 只說我覺得就這件事情本身說 阿扁上街上凱道去抗爭 我就像我跟老師的想法是一樣 我覺得這個是政治性高於 他實際上的立法的實務 因為立法院在討論這個議題 因為他畢竟還沒正式刪讀啊 他其實可以透過各種其他的管道 譬如說透過民進黨的朋友 透過比較清他的一些立委 他其實這個案子 如果要做飛利巴斯特 都要杯葛 都很容易把他擋下來 所以我覺得他上凱道之後 忽子心切 大家都可以容易理解 可是他上凱道 就把這件事情 從原本的立法的層次 上綱到政治層次了 我覺得他某種程度 會給賴清德造成麻煩 我覺得會對 因為賴清德他上任黨主席之後 他就因為台南的事情 他就通過了排黑條款 他在處理這一塊 他要把排黑作為說 他邁向總統之路的一個重要的 一個加分的一個象徵 民黨也想把阿扁這個扁案 過去把他拋到歷史塵埃裡面 不想談這件事情 第一個阿扁來了之後 阿扁又上街抗議了之後 第一個就喚醒部分藍軍對他的仇恨值 第二個他也給賴清德製造麻煩 假設立法院在討論這個案子 立法院如果順利三讀通過了 擋住了陳世忠的未來的重生之路 那勝率的不是又討厭賴清德嗎 說你賴清德為什麼見死不救 那如果這個案子 假設這個案子 結果因為這樣子 然後就不審查了 那藍軍的選民不是認為說 你賴清德結果就還是要因為阿扁 然後就把這個案子就擋住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阿扁給賴清德製造難關 製造麻煩 我覺得這個沒有必要 畢竟這個案子在立法院審查 很容易處理 把他上綱到政治動作的話 我覺得反而會給綠營一個烫手三玉 對 我覺得這是國民黨支持者 最高興看到這種 民進黨怎麼看這個事情 持續的問題 這個就剛好跟我講的 剛好不同的事件相反 就是變成民進黨內部 就產生了這個分歧的狀況 那當然大家都很尊重他阿扁總統 但是我覺得到最後 深綠的人是不是會因為這樣子 就覺得說 我不信任賴清德 或不知賴清德 我覺得應該是不至於 因為綠營的民眾 你看他在投票的時候 他除了對個人感情之外 他其實對台灣的未來 都有更多的懷抱的想像 我不要說綠營 其實台灣的人在投總統大選的這一關 大家都知道這是國政的大事 大家經歷這個民主這麼久 洗禮之後大家就 好 總統大選選的就是什麼 選的就是國防 選的就是外交 選的就是國家前途 所以你是不是要把這個個人層次的東西 跟這件事情掛勾在一起 我有些傷害可能會有 因為畢竟像這一次他來 那當然台南有些委員也來跟他 也來跟他打打招呼 但是沒有人敢說 我對你的態度一定是怎麼樣 的確明言兄講的 這個其實是在技術面 本來可以執行的問題 你把它上岗到政治層次的時候 那裡面就很多情緒在裡面 那這個情緒就會牽動很多其他 其實坦白講不是那麼相關的事情上 那我覺得從總統黨自己的 這個工作者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他現在 畢竟我們距離大選投票日還一段時間 那他是不是要這樣推薦 因為大家也知道 立法院的法案其實常常是一哥二十年 也沒有動啊 很合理啊 不是說你比較重要 你就一定要先處理 我覺得這個東西一定是這樣子 所以不管怎樣就是 他對大選的影響或許不會那麼大 我覺得不至於啦 但是畢竟這個阿扁總統 可能在這段期間還有一些其他的活動 反而是可能我們也要去注意就是說 既然他現在是一個半自由之聲 不要太活躍了 對他有他的自由 不要太活躍了 那是不是就是說 希望他在顧及這個整個大局 尤其是現在台灣走在一個 歷史交官的狀態 那不要讓這一些 我認為相較之下不是那麼優先的事情 可以有一個比較緩和的處理 讓我們把這個所有的焦點 還是回到台灣的前途之上 好 我覺得陳總統 我一直在採訪陳總統很多次啦 我覺得陳總統他是衝突妥協進步嘛 是他的鬥爭哲學嘛 然後他衝突不管是任何人 先把衝突起來 然後再看看怎麼妥協嘛 所以說我覺得確實是 我覺得應該是很多人都很頭痛的關係啦 那麼我們現在談一下這個美國 最近好像美國在支持台灣的力道 就是非常明顯啦 特別是前不久這個波頓 這個來台灣 波頓好像跟朱立倫主席見面了 第一天 我其實覺得有滿臉奇怪 國民黨不是要讓侯友宜當候選人嗎 這個時候如果把這個侯市長推出來見面的話 好像更完美一樣 這個朱主席見波頓是不是他個人還有一些想法 另外一個對這個波頓在台灣的各種發言說台灣的存在就是刺激中國等等的 這個明顯兄你有什麼看法嗎 因為畢竟朱立倫主席是現在是主席啦 所以他以國民黨的一個Chairman來接見波頓 我覺得這是理所當然啦 並不是說朱立倫還有其他想法 他想角逐總統大選 留了一筆 然後凸顯說他在外交兩岸上的一個地位 我不認為是這樣子 很多人都這麼想 當然有人會這麼想 可是他朱立倫也正式宣布了說 國民黨五月一定會提名 而且這名單沒有他 他也講得那麼清楚了 如果最後提名是他的話 他不是政治信用破產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選項朱立倫代表國民黨參選年底總統 這個選項可以排除了啦 我覺得可以降到比較低啦 那過去侯友宜在新北市長任內 其實跟AIT的互動也很好 AIT包括台北處長也都有跟他見面 這個都其實蠻交流蠻密切 你即使包括我自己 AIT也常常跟我互動 我也是代表 也有去參加IBLP的訪問學任 都有 所以我覺得台美關係是對台灣維護主權很重要的一環 這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我覺得剛剛 我覺得林議員有提到說 國民兩黨之間是怎麼樣 就說差一次 我們是希望創造說兩岸之間 希望有一個對話的基礎 至於說這個基礎是怎麼樣 我覺得要找尋找尋新的一個對話基礎 我覺得兩黨都來找尋新的一個對話基礎 總統大選攸關民眾也很關心說台灣的國家安全是怎麼樣 那就變成民眾一個信賴的過程一個選擇 當然我們內部有部分是統派的沒有錯 那民黨內部也有獨派的 可是你在大選的過程中 只要是大黨他的兩岸政策一定是往中趨近了 那你要如何讓人家信賴說 你的交流對話不會犧牲台灣的國防安全 我們還是要持續持續加強國防安全 你不論是侯友儀不論朱立倫 還是都有相關的論述 就是說不是兩岸交流 我們就不採購軍購也沒有 所以你包括我最近看到 包括一些財經的媒體來報導說 挪威的主權基金是有投資台灣的軍工產業 當然不要爆股票 就是說投資了兩黨 因為挪威的主權基金 他是比較注重永續環保ESG認證 可是他居然投資台灣的軍工產業 那是說未來全球的主要的國際的趨勢 在於軍工產業的部分 因為畢竟你烏爾戰爭之外 那相關大家對於軍工產業的投資 他也是過去當然是軍工 大家認為是比較邪惡產業的部分 可是你對未來的主要的全球的一個趨勢 是不是說他也是經濟的一環 所以我覺得相關的未來總統候選人 對這一塊也都要論述 因為這也是涉及到國防安全的部分 包括侯友也提到說 我們的國防安全跟美國是一個盟友關係 這是不會改變的 那麼明佑兄您覺得怎麼樣 美國對這個台灣的支持 另外一個如果說總統大選期間中 我想國民黨一定會說出一句什麼 飄投民進黨青年善戰 這個語言 對這點我覺得其實是有一定的效果 對 就是去年的九合一選舉 當時這個口號其實我覺得 還是對一些年輕人和他父母有一定影響 那這個問題怎麼化解 其實就是說 這個當然就是極端的論述了 我想大家在最近的國際的情勢壓力之下 其實我覺得也慢慢收容了 就是大家也看到就是 中國他其實知道他面臨這種壓力的時候 他其實做了很多調整 其實他本來可能要去跟 布林肯要去訪中 然後那其實後來法國總統也訪中 雖然很多說法 讓這個大家覺得不是那麼滿意 但是其實看得出中國有在朝這個方向做努力 我想兩岸交流其實也是一樣 就是說現在民進黨是執政黨 我們在兩岸交流上做了努力 有時候是沒有被重視的 就像現在疫情結束之後 航點恢復 其實是已經慢慢恢復到這個疫情前 如果兩岸交流是做不到的 或說民進黨是沒辦法處理的話 那現在的情況是什麼 其實我們大家也注意到就是 過去兩年疫情期間的封鎖 然後台商的這個工作 然後甚至是兩岸商貿的很多活動都暫停了 結果你看 我們一邊境一排放 基層 雲林中南部的這些 大量到中國去交流 當然我想他的目的很複雜 或許有商貿的 有政治性 可是這一些都代表的是 民進黨其實對於處理兩岸關係 是有信心的 我們是有辦法去管理 去這些事情 那也持續的在這當中 找到未來兩岸建立對話的一個基礎 我想就算國民黨執政 他也必須這樣做 只是說 大家好像就預設了一個東西 現在大家講說 我們重視年輕選票 我們常常談到一個情形 就是大家預設國民黨 不能支持 因為他有一些這樣子的DNA 那好像民進黨不會處理兩岸問題 也被預設成一個DNA 就是民進黨就是不會處理兩岸問題的 我覺得大家稍微要去破解這樣的迷思就是 蔡英文執政八年了 以前人家會說 馬總統會賣台 他執政八年 可是他沒有賣 沒有真的賣掉 那講 蔡英文不會處理兩岸問題 八年過去了 兩岸真正的衝突 到什麼程度 是台灣沒辦法接受的 或者是說 對台灣有造成很重大傷害的 其實目前 坦白說我認為不至於 但因為我們跟美國的關係 或者是國際局勢的變化 讓有一些摩擦 陸陸續續有出現 尤其大家還要記得 就是中國 對我們的農漁產品 一直進行了幾這樣的懲罰 那我覺得 當然這個是有傷害的 可是 這當中也讓台灣人 去了解我們過去跟中國的關係 有些不是那麼健康 他不是真正建立在一個 很合市場機制 或是說一般性的這種原則 公平原則下的這種貿易的情況 回到正軌的時候 我覺得兩邊才會用一個 比較務實的心態去處理 而不是每次什麼東西 都在做政治化 那其實 如果我們走到這個階段的話 我認為兩岸的走向 其實是好的 其實是好的 所以也就是說 大家應該要拋掉那個迷思 就是民進黨不會處理 兩岸問題 這個迷思可以放棄掉 更何況是賴英德總統 在前陣子的談話裡面 我認為他釋出了很多善意 這個善意的程度 甚至到了有一些 比較獨派的支持者 會認為你怎麼放得這麼快 你是什麼兄弟之幫 對 這當然是一個說法 但總之是一個說法 但我覺得這很重要的一個點 也在於說 好 如果大家都認為 因為國防安全這件事情 民進黨已經在做了 做了很多了 國民黨當然有這個說法 可是還沒有具體的做 那民進黨是做了 我現在在跟你談 我手上有籌碼了 我來跟你談政治論述的時候 我認為那個基礎是 是比較明確的 那國民黨談的時候 現在他們的挑戰也來了 侯友宜這樣講 問題是侯友宜 沒有談具體的東西 郭董講了八萬機器人 侯友宜談了什麼 他其實就是follow 主旋律 可是我們要看的不是主旋律 主旋律大家都要 大家都希望更安全 大家都希望不缺電 可是你要怎麼做 目前都沒有談到 那當然我想 波頓沒有見侯友宜 也很正常 因為他還沒被提名 如果他見了侯友宜 是不是也要去 波頓也要去見這個 跟郭台銘見一下面 那那個狀況就會變得很混亂 所以 就會變得是很混亂的情況 我想 但是其實我們很期待 為什麼 因為我們民進黨的 新北市黨團的質詢準備要登場 即便要登場 我們最在乎是什麼 當時陳時尋議員 問了他台美關係的一些文件 《違法三公報》 這些文件 問他認不認識 那除此之外 我們對美關係之外 其他還有很多很重要的 海律法 對啊 那你的看法是什麼 因為過去就看來就是說 我們在新北市市政的經驗是 他其實雖然 剛剛明恆兄有提到說 對AIT有一些互動 可是實際上 他在國際的交流上的經驗 或是說他對國政的這個部分 坦白講乏善可乘 所以我們很想知道 因為如果他今天要放棄新北市市民的托付 百萬選票托付 他要去做 他說我可以承擔更多 但是我們希望他是有能力去承擔更多 我們賴主席已經展現出來 他有能力 他做了副總統 他前面有行政院長 各式各樣的經驗 然後到美國去做訪問等等的 其實都是很充分的 像這個叫國民黨的比較 我們看不出來 他怎麼去說服人民 我覺得連他在市政的層級都沒辦法說服我們議員的時候 當然我們也會很明確的去檢視他說 那你在這些議題上 真的是你講的那個樣子的態度嗎 因為他常常會說 我們最喜歡講 他說我們好好專心市政 可是現在他就沒有 所以這些衝突點就是說 他嘴巴講的 跟他實際上做的 跟他能做的 跟他想做的差異 是很大的 那所以說這個 我覺得國民黨的這些潛在的 不管是誰 總統候選人 在處理國際關係上的這種能量 我想再來會接受到很嚴格的檢驗 因為蔡英文已經證明自己了 賴清德也證明自己了 可是國民黨好像還沒有那個機會 去證明說我的總統候選人 也是有這樣能力 我個人覺得國民黨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你想和中國交流 但是問題是你只是占表示你的態度而已 中國跟不跟你交流的話 不取決於你 比如說馬英九去中國 表示了非常友善的態度 結果一回來的話馬上軍演 一個大規模的軍演 另外一個中國最近 開始頒布一個叫反間諜法 然後台商去中國可能手機拍一張照片 或者在手機上閱覽過一些外國的網站 就可能變成間諜被抓起來 那前不久 那個八旗文化的總編輯 這個複查也被抓 像這些事情的話 怎麼說呢 那對國民黨來說 你要跟他交流 但是說對方是看著一個很危險的一個動物 他願意不願意跟你交流 這個是不取決國民黨 這個是您的 我覺得是這樣 我們是在跟一頭老虎互動 我們不是從老虎的嘴巴拔他的胡鬚 而是有現實的情況 我們必須要跟他交流 即使交流民黨包括賴清德 包括蔡英文總統也認為要交流 為什麼必須有現實的考量 我們有很多台商在那邊 我們很多經貿投資在那裡 這就必須要交流 所以 第一個 我想石板老師也是對過去的歷史很了解 美中還沒有建交的時候 不論是1972年 他們是更早的時候 他們也有密使 甚至在波蘭在歐洲 他們的外交官都有互動 交流是為什麼 好 不要講地緣政治 那時候美中交流是 美國為了拉攏中共去對抗 對抗 那時候是蘇聯 那是冷戰時期的架構 為什麼 那是避免誤判 那現在是這樣 包括過去兩岸比較緊張的時刻 在李登輝執政的時候 也有密使 密使 所謂的密使 密使也是交流的一種 阿扁執政的時候 一樣也有從他口袋掏出紙條 也有兩岸也有一定的交流 因為兩岸就是一個特殊的存在 我們就是很多台商 到底有多少人超過 有人講百萬 我不曉得 我們就很多台商 實際上在那邊 所以我們不論從經貿的層次 從文化的交流 這些兩岸都要維持一個互動 那我也承認 我也認為說 我們的台灣中華民國 最大的安全來源 安全威脅 就是中國大陸 這是事實 它飛彈隊 一千多顆對著你 它共機繞台 這些都對台灣的威脅 所以如何降低 戰爭的一個風險 我有很多朋友問我說 到底兩方會怕 兩岸會不會戰爭 這確實是一個 所以對國民黨的論文術 就是說我們要加強我們的戰備準備 我們要提高 如果老公要對台動 我們要增加他的成本 增加到成本 讓他成本大到負擔 他無法 就是說這是一個 只占的一個 讓你無法戰爭的一個 就是說成本高到 高到讓你無法負擔 所以國民黨是這樣子 就持續對話交流 對話交流 我們持續加強戰備 這是不變的 那至於說大選是這樣 大選就是幾個主要的一個層次 人格特質是一個 所以選賴清德 或選侯友宜 除了人格特質之外 我也同意說 侯友宜在他的兩岸 外交國防 必須要建構一個治理國家 讓人民信賴說 你上台之後 你持續可以帶領國家 治理國家 甚至你可以維護 台灣的民主自由不變 大家很擔心說戰爭 問題是說 大家擔心說這次是最後一次選總統了 確實有人會這麼擔心 所以哪一個人上台 因為我們支持侯友宜上台之後 他要保證說台灣的民主自由是不變的 四年後選總統 八年後選總統 台灣永遠 接下來自由民主不變 持續選總統 我們不會變成跟對岸的一個獨裁體制 是一樣的 這個是在競選過程中 就是一個說服的過程 如何說服選民 這是一個很重要 所以我也同意說 兩岸外交甚至這裡國家的論述 包括未來的實際的方法要務實可行 就回到剛剛講 郭台銘的八萬機器人大軍 他可能在未來二十年三十年搞不好可行 可是你太前衛太跳通的時候 那現階段的科技是無法執行的時候 那說服力就不足 所以我覺得說要有說服的可行 需要他的可執行方案 民眾才會信賴 平右兄下週要去諮詢侯侯仪市長 你最想問什麼 你又想從他嘴裡拿到什麼樣的答案 這就泄題了 一般我們在做總諮詢的時候 這個明天兄前輩非常了解 就是我們大家都很保密 我請教也我不懂 那你們互相商量嗎 你們黨團內互相商量 我們內部會有很多諮詢小組 然後大家其實 大家喜歡看到什麼東西 看到市長被考倒了 就是你們不會重複 就是你們會商量 會盡量 對 會盡量就是錯開 然後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情況就是說 因為同樣題目 當然不同的 問風格會不同 那會有不同的結論 當然我們剛才在這邊偷偷泄題一下 等一下侯友也記得看一下我們的回播 就是我想大家最在意的事情 其實剛剛我們就談到了 大家對他未來 真的要成為總統候選人的時候 他對選民的許諾是什麼 我能做到什麼事情 我覺得大家剛剛斯班老師提到 這個青年上戰場的議題 居然我們都認為都要做戰備 那他常常會講說我槍林彈雨怎麼樣 我是個硬漢 其實他有一個硬漢的形象 他其實他也有霸氣的成分在裡面 但是他從來沒有說我具體怎麼做 那我們在很多細節裡面也可以看到 他講其實是空話 讓我們更擔憂就是 你這麼強力的總統候選人 可是你對這些東西的理解是不足 我們在總質詢裡面或許有很多不同族的議員 會陸陸續續的希望他能夠針對這些議題有正面的回復 就是包含國際的議題 然後還有兩岸的議題 我想這個都先大方向 我們總是要跟人家說要考什麼 考科 考數學 考國問我可以告訴你 然後在實際上考題我們不能洩漏 但是我想這個一定是重中之重 包含能源議題也是 郭台銘陸陸續續講 郭台銘我記得是郭台銘應該 郭董先講了那個鋼索論 後面這個侯市長才有悲水論 如果你作為這樣子的一個強力的一個領導 就是已經是骨幹了 已經是要定於一尊了 可是你沒有辦法在輿論上 或在論述上有一個整體性 或是領頭羊的這個角色出現的話 他不需要說被問倒什麼 你光是在那邊扭扭捏捏 不願意去面對這些問題 大家對他的評價可能就會定在這個地方 那你們會以他就是出去選總統 被前提再問他 你們要有本事把他留在新北市 不讓他出去的話 國民黨就沒有候選人了 我們當然是希望他能夠留在新北市 因為新北市如果這個沒有市長 當然會有代理 但是可是就是說 我們以議員的層次來講 我們先不談這個總統大選 你市長不在 你市長請假去了 請假三個月 以前這個不管是韓國瑜 朱立倫都是請假三個月 你請假三個月 重大的市政還是要推進 我們可以看到那時候經驗就是沒有推進 空轉三個月 如果他現在五月中旬要被徵招 到大選超過半年 新北市民怎麼辦 你看我們常常會笑說 他出國去新加坡 去兩年馬上就被連續開槍 市長不再作證 自然馬上就亂 我們這樣講個笑話就是他離開半年 我們新北市要被開幾槍 這其實是一個 還是權衡就是說 既然他要去競選總統 我們希望他真的是好好做到 讓人民覺得他是個可以選擇的人 他要展現給我們看 我們當然也要去 因為我們是政治工作者 我們都希望說 他在這邊展現出來的話 我們也才會相信說 你去選總統 這件事情 我們新北市民余有榮焉 可是到目前為止 看起來不是這個樣子的時候 大家就很緊張 所以大家要去問這些問題 並不是說我要考倒你 讓你難堪 而是這是他展現他最好的機會 但他有沒有好好利用 如果他沒有好好利用的話 坦白講 我覺得總統大選的結果 在我們總質詢結束就結束了 國民黨也要好好想一想這個問題 就是說 你剛好振到的時間 就是在我們總質詢結束的時機 如果他在這個總質詢的表現 是沒辦法說服老百姓的話 你真的還要徵召他嗎 我前面已經說 我認為他是比較有優勢的候選人 可是如果他在 因為現在我們新北市議會 也難得的盛況 二樓的記者席 真的是高鵬滿座 每天有十幾台的攝影機在那邊 就盯著他看 看他對於我們市政議題掌握的程度 看我們即將登場的 民進黨的總質詢 準備問他各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如果他答得不好 全國聯播 每天晚上政論節目 一定真是倒楣 反正就是一定反覆的檢驗他 到那個時候 你再去有機制 你去做民調 你在做什麼 他在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小段 這麼高密度的攻防之下 如果他沒有好的表現的話 我覺得那個就是直接影響選舉的結果了 所以他真的要好好想一想說 在這個總質詢的期間 他還要選擇用迴避的方式 用逃避的方式來面臨我們提出的這些質詢 然後從來採取的規定 我們時間要來看 我們在這期間 我們從這期間 我們現在進行 我們是繼續做 paid 谢谢